以前我去找李登輝 李登輝最喜歡跟我講一句話 40名沒有改管的問題 你要想四年改管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走 40年後還是一樣 演講引用李登輝金句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21天的訪美行 在波士頓受僑胞歡迎 但對於這號人物 大家顯然不是那樣熟悉 第一個想請教你們問題 就是你對於這個 健保的問題有什麼看法 台下僑胞拋出問題 柯文哲看來也已準備好 如何解析 健保的問題在哪裡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健保問題在哪裡我們都知道 就是沒有人用勇氣跟他講說這個要 你看看我才取消重陽敬老金 民調就要掉15%了 只是繞來又繞去 似乎還是沒有精準回答問題 那您覺得你有勇氣做嗎 如果有一天就做總統 所以你的問題是這樣 如果我們有那個選票壓力 短期的選票壓力 要做任何政治改革 都有很困難的地方 我當他八年台北市長 我還債還570億 鄭文燦跟我同樣八年 當桃園市長 桃園的債務增加1200億 不知是否就要講不下去 柯文哲直接搬出自己市長任內 還債市機 跟隔壁的鄭文燦來比一比 卻有僑胞好像快失去耐性 主動出擊 經濟還是要發展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所有事情都一樣 台灣有很多問題 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去解決 解決我們面對的問題 隨便講一個 何事 演講時間有限 要不直接進入下一題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